很多我們的鄉親和好朋友都認識 剛剛路東町公所要辦的三位洗衣服吃拜拜 今年是有了嗎 還要到那裡定度了 因為我們也是要考慮再三 因為最近的疫情有一點點在紓緩 中央疫情值的東西也要說要降解封了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最近也看到了很多國外的疫情都在嚴重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本土進來的時候 有一些確診的 而且來路東有一些確診足跡 所以對於這個大型的在這邊吃霸改的活動 大家都拿著口罩拿下來 而且我們這邊又不是說只有我們路東 我們宜蘭的鄉親來這裡吃拜拜 很多都從南部來的 高雄 冰冬 甚至有的從慕名而來的 回來 回國而來的 都來這裡吃吃冰 那這樣的狀況我們真的是很擔心 大家在這裡吃得很開心 萬一如果真的是一個破口的話怎麼辦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鄉親好朋友報告 那今年的三月擠莎的賈拜板 我們只有忍痛來取消 不敢辦 希望說 但是三月擠莎的繞境的活動 我們的電安宮一樣的 由我們賢天上帝的寶貝 帶我們大家來整個路東亭 來繞境來祈求平安 然後我們也會跟著這一個 繞境的隊伍來走整個路東亭 祈求 再說 保庇所有的定民 大家都平安順序 希望大家那天來參加繞境的一樣的 一樣要作為我們的這個防疫的一個原則 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的距離 讓大家都能夠平安 那希望我們今年的疫情趕快過去 我們明年可以來擴大舉辦 我們的三月擠莎的賈拜拜 歡迎大家報時再來跟我們參加 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